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是太机灵了 把帐篷当蚊帐 一晚上睡得特别舒服 一个蚊子都没有 然后今天的行程挺尴尬的 主要是下雨 天气预报说下雨 而且外面天很阴很阴很阴 估计这次预报是真的 而且大伙还要爬坡要上山的 那个路不是国道 是一个小道 超过近道 所以说有些慌 万一爬上爬上山下雨了怎么办 好冷呀 我感觉我还要再卖吃衣服 这是长袖跟民穿的 透风楼 天都是阴天 全都是乌云 有些话 我有些犹豫 今天到底要不要出发了 或者待会儿走国道吧 不走小道吧 万一真的在半山又要下雨了 涼涼 没有地方躲雨 国道人多点 应该会有一些小商店 因为有些跑子累了 在人家那躲雨都还行 最后我还是决定走小路 我倒绕远太多 而且爬坡也差了多少 我走小路最差的结果 无非就是在半山又要贝伦 贝伦无所谓 我身体好 而且应该会有一些山农吧 应该有些山民 山上有一些避雨的地方 是最好的 我本身就是不管天气还有热圆什么的 我本身其实更喜欢走小路 走小路清净 没有那么多大火车 有的无非是些 那个性的农民 很安静 风景也好 差的就是无几不容易 进小路之前必须把东西都买好 我刚刚也在小满坡里 买了三瓶水 买了点吃的 God bless me 不要下雨呀 等我上完山再下雨 郭忆听着 坐下雨 这也都是 slow 我冲队做文化上射测 我看着我往常一般都不会是感冒药的 你感冒药会自己挺的 用身体对抗 慢的身体 但是在外面,荒山岩岭和感冒的时间 不好处,所以说我现在感觉不太舒服 需要吃个感冒料预防一下 太热火了 进山了 这路真是太坡了 我以为得有水泥路呢 然而都是土豆 还有贼多石子 特别低烟 根本上不错 小火都不能好好下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现在开始下雨了 现在已经长得贼黑 面目十分猙獰 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小炒子 希望它可以避雨吧 希望它是正经炒子 不是一些违法厂子 不是一些违法厂子 小炒子地下带会儿吧 不多雨 现在手机没信号了 一个二级级网,一个三级网 听香声都听不了,听树也听不了 而且还挺冷的 好像温度就十多度 没有下雨 我穿着雨劈,室里的温暖 就那一件长袖根本不够 车上雨劈还差不多 哇,有个车过去了 好感动 这里其实已经人也很稀少了 能有个车过来 算是奇景一见 好感动 谢谢 下午2点了 这个山差不多爬了一半吧 从中午12点多那会儿开始就没有信号 信号GPS还不需要游网 要不然在这山里边没定位 我肯定走走迷路了 刚才已经吃了一袋磨片了 还剩了一袋 不早甚至应该都买点吃的 我们两袋根本不够了 还吃了几个上午一步多地 把山开了一半的山打爬了 爬上山就轻松多了 爬上山所以下坡 下山坡就有一些村铸 不够吃东西 不够饮料多 这个不够吃还能喝点饮料 这里风景真的不错 没别人 就我一个人 然后看着这么多云 看着层轮顶上的山 看着层轮顶上的山 微风 不是微风 是大风 好在这风 今天还是水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幸运 上湖的时候总是遇到深风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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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这终察 我也不知道 是最低但 不是最低的 我感觉 开了 吗 我应该还是在这里 我 71 很专门 有什么 这是一个动力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呀 这好好的路怎么还给裂了呀 走这路太难了 什么导航 竟然这都能被称之为路 把我倒过来 我去真的是一条路吗 我现在特别怀疑这只是被水冲出来的一条山谷 而不是一条路 天哪 这个地图怎么这么强啊 这都能检测到是一条路 把我骗了过来 又是神仙地形 演唱 反正 冷 吠啊 呛 баг ares 少但 马上这地儿根本没法骑推车吧 多亏今天没下雨 今天要是下了雨了 我肥底在这儿出点事不可 走着都飞机 我是真的浮了 这什么路啊 这根本不是路 这就是一个天然的被水冲出来的山谷 但是地图竟然把它判定为一条路 它导航让我走这条路 做人好难 感谢风 风还是顺风 我还没有吃饭呢 现在都快五点了吧 快四点了 前面是很好路吗 我去前面好像是好路啊 我看都土了 God bless你 God bless me 好吧 它好像不是路 我前面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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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发现这路断了 路的前面是一个小悬崖 那我真的就崩溃了 走着这么长时间这破路 结果赶走 赶给 哦 no 不是好路 又是乱石 去吧 前天买的红牛用上了 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是被红牛暂住了 还不知道这破地方有汽车的 这根本就是无人区啊 我喊一嗓子喊一双五可能都没人打理我 这路太破了 全都是猎儿 然后我还没吃饭呢 现在四点多了 这就是我的下午茶吧 风景好看吧 拿命回来的 这路太破了 这不是路 纯粹就是爬野山的 为什么地图这么无聊 把这儿 显示成路让我走呢 这最后的上坡三公里我都走了快两三个小时了 太难了 五点了啊 我还没有走出去 还没有到山顶 大概还有半公里吧 在这个四路非路的坡道上 退车子 现在真的饿了 饿得有点难受 感觉有点滴月糖 我待会吃点前几天还买了蜂蜜 别待会滴月糖晕过去 在这地方晕过去那就完蛋了 我肯定能出去的 我肯定能出去的 翻过去就是不远了 正常的路都过来了 还怕难一点 最后是三公里路 走了快两个小时了吧 估计 真的是 一个人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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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它那个 是计划的修路 最后没有修完 就是修路工程就取消了 以至于成了我跟俄走那样的路 半是路也半不是路 别下雨了 这时候下雨 求求你了 别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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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出了山再下雨好不好 雷公住我 别下大 别下大 你下雨可以 别下大 等我下山 我只要下山了 求求你了 别下雨 好难受 难受 难受乘100 下坡路至少给个路行不行 能不能给个路 别让我走土豆了 别让我翻山越岭了 哎呦总还是分岔路啊 我走哪呗 路远地图好 好吓大了 好吓大了 妈的 好吓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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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吓大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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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这就有一条修的挺不错的路 能直接过来 可是地图导航给我倒了一个乱七八糟的 根本就没有开的路让我走 这一路啊 我走了整整一下午 才走这么 才走这么一点 大概三四公里吧 也就三四公里走了一下午 我本来预计今天要走九十公里了 但是现在才走了二十六公里 刚刚差点都晕过去 午饭还没吃呢 这都晚饭点了 幸亏前几天满了瓶蜂蜜 我真牛逼 大难不死 别有后福 这老刚刚走在破道的时候 就一直在想 如果出不去的情况 如果出不去的情况 就会遇到这里 了解你们 就会 Até 谢谢你们 着急 多美啊 啊 好日子到头了吗 开始登车了 没有到头了 还有下坡 缓下坡了 不想看看我的刹车它今天是什么温度 我不敢拿手碰了 就拿这个叶子碰吧 拿水浇一下是吧 也没啥反应 好吧 没反应拉倒吧 我为什么有些失望呢 我本来以为它会直接冒蒸气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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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